再次延期两年,加拿大旅转工大赦背后的阴谋 相信关注加拿大移民的朋友都听到了不少所谓旅转工延期两年的政策新闻了 那这个旅游签可以在加拿大境内申请公签的政策将一直延续到2025年的2月28日 这已经是这项政策的数字延期了 五花八门的旅转工骗局也再次盘旋在大家的视野里面 那旅转工真的有这么简单吗 那所谓的大赦背后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 大家好,我是加拿大持牌移民法律顾问 那这期我就和大家好好的说说旅转工 耐心的看完,可能会帮你省下几万甚至是几十万 老规矩啊,咱们先赞后看养成习惯 首先啊,我和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旅转工 旅转工顾名思义就是持旅游签证入境加拿大之后再转为工签 那工签的全称其实是工作许可 只不过是我们约定俗成叫人工签就要习惯了 但是呢,只持有旅游签在加拿大境内是不能工作的 在加拿大合法工作是需要工作许可俗成工签 那旅游签呢是一种短期的访问签证 英文叫visitor visa 工作的工签呢叫做work permit 两种是完全不同类型的签证 那在这个政策实施之前呢 申请人吃旅游签去到加拿大是不能在境内申请工签的 而由于疫情期间呢有大量的游客滞留在加拿大境内无法回国 或者是加拿大政府境内呢由于急需劳动力很多的移民无法入境 政府就颁布了可以在境内申请工签的这项政策 那受益的包括在加拿大旅游的探亲的陪读的人员 甚至是超级签证的持有人 那很多人看到这个消息啊就狂喜 听起来好像是申请到加拿大的旅游签 就可以直接在境内换工签了 但事实是这样吗 因为现在拿到加拿大的工签 几乎啊就可以通过很多途径申请到加拿大移民 如果真的途径如此简单 加拿大现在可能就是十几亿人 而不是区区3800万的人口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官网发布的旅转工 对申请的要求有以下几点 那第一点呢是在申请的时候 需要在加拿大持有有效的访客身份 第二点是持有Namiya LMRA 或者是LMI豁免类的job offer 第三是在2025年的2月28日之前提交工签申请 第四还要满足其他所有标准的受理要求 那这其中啊最关键的就是第二点 由Namiya支持或者是Namiya豁免的job offer 在这里啊我带大家复习一下 LMRA Namiya到底是什么 不清楚的可以看看我们之前的详细说明视频 LMRA Namiya就是我们常说的劳动力市场影响力评估 通俗点的叫法呢就是外劳准够函 它的全称是LABOR MARKET IMPACT ASSESSMENT 及劳动力市场影响力评估 自面翻译啊 加拿大的公司啊如果要想从加拿大之外雇用海外员工 不是本地的永久居民不是本国的公民的话 首先必须要向加拿大的就业和社会发展部门ESDC 递交申请 那雇主呢必须要向相关部门证明他公司过往的良好的运营账况 纳税的记录 用人的记录 以及在加拿大境内做出的招聘努力 那所有的努力做出了又招聘不了本地人 还要符合这个公司的发展需求的话呢 那才能申请通过雇用海外人才来解决用人的问题 那真实的job offer就要求你具备相关的工作经验 语言的要求 绵硬的要求 不然为什么要雇用你呢 所以啊这个中心意思就是雇主申请到这个LMRA 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而也不是随随编辩任何一家加拿大的公司 可以做申请的 旅转工也不是表面上那么简单 当然你说有没有旅转工的成功案例 当然是有的 的确有人拿着旅游签入到加拿大找到了工作 让雇主帮忙他申请LMIA 说你拿到了工签 或者呢有人直接在边境啊换到了工签 但这些都是个例 无法打批量的复制啊 我最反对的就是拿个例当典型啊 当普遍的一种适用的情况来做大肆宣传 这里你需要考虑的就是各类的风险 首先就是申请旅游签也是有难度的 和工签学签一样 申请加拿大旅游签证的时候呢 申请人要能充分说服签证官 入境加拿大的理由和必须具备的经济条件 并不会在加拿大境内非法滞留 那加拿大旅游签被拒的案例也有很多 而且旅游签一旦失败 你的拒签记录也在记录在你的档案里面 那你后续再申请别的类别的签证 像工签的学签的移民的目的啊 以及过往的一些申请被据使啊 以及过往的工作岗位等等 都会展现在下一位签证官的面前 那旅游签并不会提高 你有后续的工签的批复概率 那一些机构啊 其实很多时候呢 就想方设法把你给弄到加拿大之后 再做后面的第二刀 或者是第三刀 所以在这个当前啊 千万不要随便迷信 没有任何门槛的旅游签项目 如果无法见辩可以私聊我帮你做判断 旅转工啊在这里面 有的时候水是相当深的 个力真的不具备普遍适用性 绝大部分的人其实是做不了的 而且我通过这仅仅一期视频 也无法帮大家完全了解清楚 我所说的是呢 一定要多方面了解相关的知识之后 再做选择 在你做申请的时候 考虑雇主 考虑到靠谱的机构 和你的代理的法律顾问 是非常重要的 在你做旅游签证的申请之前 对你未来的岗位规划 过往那些岗位的时机的一些情况 匹配上对应的雇主 都是你要做完的功课 而不是随随便便 就把他的旅游签证递交上去了 这样会对你的未来的雇主担保申请 和后续的移民申请 可能都会造成不小的阻碍 那么这期视频以上 就是我对今天的这个新政 做出的一些讲解 那我是加拿大移民局 持牌移民法律顾问 记得点赞关注转发一键三年 有问题咱们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